今天的全球大頭條 我們請來國際眾視的主播 吳洛瑩加入我們 美國太空總組NASA 他發射的獵戶座太空船 成功降落在太平洋 也完成了阿提米斯一號的任務 這代表什麼樣的歷史性意義呢 沒錯 這項為期超過25天的近距離 掠過月球之旅 目的是要讓人類重返月球 並且準備有朝一日 還要展開火星之旅 好 有在follow的觀眾朋友就知道 這過程真的很令人感動 因為呢 阿提米斯一號 他歷經了波折才順利升空 而且這一次的任務團隊 有更多的女性成員 擔任關鍵性的角色 沒錯 在地面上監管數據 發號施令的重要人物 發射總監第一次是由一名女性來擔任 也就是說 她是決定火箭能否升空的人 人類登月時的新篇章 由女性來寫 更多消息 我們待會來繼續看 全球大頭條 今天一開始我們先關心中國的消息 中國官媒昨天公布 上個月底逝世的前中國領導人江澤民 按照他生前的遺願 已經把他的骨灰灑在長江江水上 其實中共前總理周恩來 是第一位提出死後不留骨灰的領導人 而二十五年前過世的鄧小平 遺願也是要海葬 兩人原因同樣都是說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 畫面上我們可以看到中共政局常委蔡奇等官員 還有江澤民的夫人王也平都搭上了揚州艦 一起把江澤民的骨灰和花瓣灑入海中 等同正式送走這位前中國領導人 而追悼告一段落對習近平來說 不知心裡作何感想 因為他似乎又藉著哀悼 把權力要抓得更緊 江澤民追悼會六號結束後 中共許多地方的各級黨和政府機關 從七號一直到現在都在舉行會議 目的是所謂的要傳達學習 習近平總書記在追悼大會上所致的道詞 像是江蘇省的省委書記還提到要把江澤民的悼念 轉化為貫徹落實黨二十大精神的實際行動 無論怎麼繞 中共官員似乎都能繞回習近平想聽的話 說要堅決維護習近平的威權領導 確實如此 習近平領導現在最棘手的考驗還是疫情 白紙革命逼得習近平不得不放下鐵腕清零政策 七號端出優化防疫新十條措施 但是馬上迎來的考驗就是放寬防疫之後的疫情海嘯 中國有足夠的醫療量能能處理疫情嗎 還有景氣能因此復甦嗎 對中國的店家來說松綁是松綁了 可是短期之內生意是根本回不來 那是很艱難的 根本的做不下去 疫情嘛 現在放開了 還有放開了陽性都出來了 都根本沒人了 在我們這一條街 人家都還在掙扎 因為我這一條街都相信在這個以後 蓋風以後會回到以前的 都有那種環境 新冠疫情燒了三年了 所以中國到底什麼時候能恢復疫情之前的生活樣貌呢 中國的防疫權威中南山院士 他最近受訪的時候就分析 大概是在明年三月左右 中國就可以恢復 不過在這之前 二零二三年的一月到二月之間 會先出現一波新的疫情高峰 貴客來訪中國黃山引起民眾圍觀 六大國際經濟組織負責人一字排開 通通沒人戴口罩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當導遊 九號帶著六位外賓由黃山 被包圍拍照 直接大方向民眾一一介紹 高官帶頭迎客更添開放氛圍 中國國境死守近三年 七號才拋出防疫新十條 堪稱新冠以來最大幅度的防疫松綁措施 香港南華早報掌握消息 北京有意在過年前進一步放寬中港之間的邊境管制 未來香港民眾前往中國 不再需要無天集中隔離 只要求三天的醫學監測 中國距離疫情盡頭似乎更進一步 什麼時候恢復到2019年以前的水平 我的看法明年上半年 這個三月份左右 中國防疫權威親口給了答案 中南山評估接下來不會出現大規模死亡病例 但中國疫情高峰會出現在2023年1到2月之間 在北京的話可能每個人都會揚一回 那只是早晚的事嗎 面對疫情飆升 中國民眾有心理準備 但也掀起防疫物資搶購潮 N95口罩一軍突起 銷量比防疫松綁前高出3.5倍 微博搜尋量更暴漲7倍以上 中國專家出來滅火防止N95過度遭到囤購 是CE人口大國放棄清零 銀像共存 要先挺過眼前襲來的疫情海嘯 近新聞 無論盈朱佳麟報導 全球大頭條 繼續我們要看到的是地球之外的太空消息 美中等強權國家 其實一直以來都想要積極推動 人類重返月球 載人登月的計畫 預計會在2025年左右 送人重返月球的NASA阿提米斯任務 現在有了新的進展 我們看到畫面上 就是繞越25天之後的太空船獵戶座 它已經在台灣時間12號的凌晨 凌晨落在墨西哥外的太平洋上 這趟的飛行測試關鍵之一 就是要看看太空船以每小時4萬公里的速度 衝入地球大氣層的時候 能不能承受得了 相當於太陽表面溫度一半的攝氏 兩千八百度高溫 因此挑戰在於航行的最後幾分鐘 獵戶座有史以來最大的隔熱罩 到底能不能經得起考驗 而幾乎是同一天 日本的新創太空公司 I-Space的白兔登月艇 11號也由美國SpaceX09號火箭搭載發射升空 要用四個半月的時間飛向月球 預計在明年四月底會在月球北半球一處隕石坑來著陸 如果這項任務順利成功 可以締造全球第一個民間業者登陸月球的創舉 大家搶著登月 登月也成為美中爭霸的焦點 NASA的署長就很有信心 他表示美國將在登月競賽中擊敗中國 登月的時間點希望就會是在2025年 他也批評中國的太空計畫不透明 都不會讓任何人知道殘骸掉落的軌跡 只不過想要搶先登月 其實費用真的很驚人 以阿提米斯計畫來說 每次火箭發射的費用高達四十億美元 大約就是新台幣一千兩百億元 所以找其他國家一起分就變得很重要 NASA的署長說 日本是最強大和最有價值的夥伴之一 太空計畫將會是拜登政府 和日本政府的優先事項 這反映了太空已經慢慢變成 各國戰略的其中一環 美中也從地表一路爭到太空 全球大頭條 最後我們來看世界杯的消息 剛剛結束的週末實在太熱血 因為四強通通都出爐了 而且也寫上多下的紀錄 上屆的冠亞軍、法國和克羅埃西亞 都有拿到四強門票 另外還有阿根廷 以及最爆冷門的就是摩洛哥了 這支北非熊獅創下對史上 第一次挺進四強的新紀錄 也寫下非洲隊伍以及阿拉伯國家士族的最佳表現 很多討論都把這場摩洛哥的奇蹟 歸功於總教練雷格拉吉 他是在2022年8月 也就是距離卡達世界杯正式開始 大約只有四個月的最後關頭 被找來當救火教練 他最大的挑戰就是要讓許多摩洛哥裔的 歐洲海龜球員可以一起團結起來 為國爭光 有人分析因為雷格拉吉 也是出生在法國的摩洛哥移民二代 更懂得跟這些球員溝通來協調 所以才能很快說服選手為世界杯團結一致 而這批摩洛哥士族大黑馬 將在台灣時間15號凌晨對戰法國 要搶冠軍賽的資格 不過無論最後結果如何 摩洛哥這次都已經展開了一趟奇蹟之旅 而士族比賽已經進入尾聲 但是主辦國卡達的各種爭議卻還沒有落幕 檢調單位就發現 希臘籍的歐洲議會副議長凱莉 涉嫌捲入了相關的賄賂事件 事案人員不只他還有其他四個人 總共被搜出了六十萬歐元 就是約新台幣一千九百六十萬元左右的現金 疑似這就是收賄的款項 而凱莉本人是已經遭到逮捕 而且停職 這起事件也讓歐洲議會改革的呼聲四起 歐洲議會爆出賄賂醜聞 希臘籍的歐洲議會副議長凱莉等四人 遭到比利時聯邦檢察官發動逮捕 並搜索辦公室 凱莉在十號已經被停職 檢方表示案情涉及貪污和洗錢 懷疑某個中東國家企圖用賄賂來影響 歐洲議會在經濟和政治上的決議 外媒則直接指出這個國家就是本屆的士族舉辦國卡達 明明卡達過去的勞權紀錄為人詬病 而且新建士族常管的移工居住條件惡劣 常在高溫難耐的條件下工作 近期更是不斷傳出移工死亡 歐洲議會副議長凱莉卻是口口聲聲都在幫卡達護航 現在凱莉因為涉嫌收受賄賂遭到停職逮捕 外界也聯想原來這些護航都不是沒有原因 比利時警方甚至在所有涉案人員的辦公室 以及家中查獲一共六十萬歐元 約核心台幣一千九百多萬元的現金 讓眾人嘩然 也引發歐洲議會必須徹底改革的呼籲 近新聞史方玉蔡充滿報導 以上是今天的全球大頭條 我們把時間交換主播 不用了 。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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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